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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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我們要再更進一步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引進新的化學品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管理系統 能夠讓我們知道說它的風險是多少 所以我們必須強調就是說 系統化 而且要透過智能化 讓這一些的管理作為可以很容易 而且很迅速的就做到 我們要發展出來一個QR Code 當我們用手機一照 我們就知道說這一個裡面的物質 它裡面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說它的緊急處理程序是什麼 我們都可以用這樣的一個現場的方式 去馬上得知 在技術不斷演進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也要不斷的在引進新的化學品 這樣我們要思考就是說 引進新的化學品是不是也可以 導入綠色化學品 這樣的話我們既可以提升我們的製程技術 也可以把我們環保的這樣的一個 植入到我們這一個工廠裡面 所以我覺得說導入這個綠色化學 其實是一個滿重要的里程碑 就有外在這樣的一個肯定 讓我們覺得說我們在做一個對的事情 科技的演進如果說可以跟我們現在的永續發展的理念 跟我們這個地球所需要的是什麼這樣的環境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並行補備 我們如果說一開始在設定好 我們要去發展科技的話 我們就要朝向這個綠色化學品這樣的方向的話 那我們遲早有一天會走到那裡的 那這樣的話就需要我們所有的這些的發展新科技的 還有我們的供應商 然後他們共同都能夠有這樣 然後所以我們一開始在研究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思考說哪一些東西 我們盡量不要去使用它 我覺得總有一步我們只能走到那邊去 大學管理要創新 市場安全最放心 START